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大陆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举行会谈 两人在饭店会面先握手合照 这次是两人继去年10月底在美国华盛顿会面后再次会晤 也是中美高层不到一个月内再次交流 美国媒体Political报道说 两国外长可能会讨论到两国元首未来几个月通话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 布林肯和王毅针对双边区域及全球议题进行坦率有建设性的对话 布林肯重申 美国会捍卫美国及盟友伙伴的利益和价值 强调维持台海及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同时也提出美国对大陆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疑虑 中美互动似乎频繁起来 但有学者分析 中美关系短期之内很难有突破 美中互动签动国际 美国联邦众议院16号通过两项法案 呼吁中国大陆停止镇压少数民族当中的维吾尔政策法案 授权国务院任命一位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 向代表大陆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少数民族的成员人权倡议者提供资金 法案也呼吁大陆政府停止在新疆各地 针对和平表达政治宗教认同者的镇压监禁与拘留 TVBS新闻张教宝林敏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订阅